Sandy AMP dites 各位董心 大家早 大家好 好 kwest 聚集我們大家的聲告 臺灣的地位 是要 libro督 你聽不懂 台灣地位要怎麼決定 我說台灣地位就說 你先想看看 台灣這個土地 什麼人會 不是你的喔 你已經知道 我早有一句話給你問說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你現在知道這個不對 是怎樣 你拿所有權裝你拿不出來 你來想說 台灣哪裡是怎樣 我問你 你在住的那間房子 什麼人會 你住的家裡是誰的 誰會走 是怎樣說你的 對 就一句話 他有所有權裝 他拿出來說 我有所有權裝 所以這間房子 我的 你的房子 你可以決定嗎 你要賣的話也可以嗎 你要賣可以嗎 你要貸款可以嗎 你聽不懂 台灣這塊土地 什麼人會 你就找說 什麼人可以決定台灣這塊土地 他可以賣 他可以貸款 他可以做什麼 那個人會 對不對 那有清楚嗎 那有清楚嗎 很清楚嘛 那你去找 什麼人可以決定台灣這塊土地 要賣掉 要貸款 甚至要怎樣就怎樣 什麼人 沒有啦 沒關係啦 天啊 台青的皇帝啦 大青 帝國的皇帝啦 1894年 矯午戰爭 清條 跟日本 戰爭失敗 所以1895年4月17號 簽一個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 來 給你看馬關條約 你眼看過嗎 你眼看嗎 你眼看嗎 來 馬關條約 來 你看喔 你看喔 過去你用頭過馬關條約都嫁 因為 你自己沒有去做研究 現在就要給你研究 說馬關條約 台青 帝國大皇帝 陛下 大日本 帝國大皇帝 陛下 簽訂 合約 什麼人跟什麼人簽訂合約 什麼人跟什麼人簽訂合約 什麼人 你看 這個合約給你看 你又說不出來 欸 漂亮 不是政府跟政府 政府沒有管理 所以 台青的皇帝有管理 用台灣跟朋友 用完日本皇帝 什麼人有管理 用台灣朋友 用日本皇帝 代青的皇帝 表示說原來台灣這塊土地 是什麼人的 大青皇帝 但是他現在永遠掛給他 現在變成什麼 日本天皇嘛 對不對 他永遠掛給人嘛 來 我問你 你在大的家裡 是你的 但是你有一天你賣掉 啊 九個了 一人也父親啊 所以可能變白人的 那間房子現在變成的 白人的對不對 同樣 在這個合約裡面 這個條約裡面 大青帝國大皇帝 永遠割讓 台灣澎湖給日本天皇 比如說台灣跟朋友 這兩塊土地 現在變成什麼人的 大青 日本天皇的 有問題嗎 這很清楚 啊 所以你自己想看 九天的為止 日本天皇有將台灣跟朋友 掛給人嗎 沒有耶 這幾天 路邊發生 第二十四十一年的時候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八 簽這個 就這張和平條約 二十七條裡面 沒有一條說 日本天皇將台灣澎湖 還掛給別人 怎麼簡單 大家找台灣的主權 那都是假設的 其實國民黨的官戰 高層 中華民眾的高層 農宗很清楚的 但是他從頭到尾都在騙台灣人 哦 跟你說什麼 迷迷糊糊 模糊糊糊 你搞不清楚說 台灣的主權 其實台灣的主權很清楚 就是日本天皇的 到今天為止了 你要將這個台灣朋友 這個主權掛給別人 一定要用什麼 條約 國際法裡面 你來看我這裡 有一種叫做宣言 宣言 Decoration 叫做宣言 什麼叫做宣言 有波子坦宣言 開羅宣言 所謂的宣言 就是一種的主權 主權 不是條約 所以主張不能夠 當成土地買賣 還是土地割讓 的一個證據 這樣聽到嗎 所以開羅宣言說 有說不對 建政以後 美國跟英國 想將台灣跟澎湖 來交給中華民國 這就像什麼情形呢 你看我這裡 來我講一個禮給你聽 這件法理有關的 我 你落地了 拿一張彩券出來 我跟你說 明天這張彩券 哪 對 我分給你一半 你聽到嗎 我拿出來 我落地了拿出來 這張彩券明天 開獎哪 對 我分給你一半 這是第一種的情形 第二種 我跟你說 稍後 我來去外面買一張彩券 明天 對 我分給你一半 好 現在真的明天 真的對 什麼樣的情形 我可以賴皮說 我不要給你 什麼樣的情形 我不能賴皮說 我 我不要給你 是不行的 你認為說 第一種的 聽到嗎 我拿出來 名字就丟到 我一定要奔你 還是說 我跟你說 我名字 待會我去外面買一張彩券 如果丟到 我奔給你 對這兩種的情形 對一種 我一定要奔給你 如果沒有奔給你 我就犯罪 第一種的 第二種的 第二種的 這就是 台灣澎湖 在那個開羅宣言 美國和英國 從台灣澎湖掛火 中華美國一樣 在美國和英國 1943年 開羅宣言 12月23號的時候 那個開羅宣言 在他簽那個開羅宣言的時候 台灣澎湖有什麼人的 誰的 日本天皇的 不是說日本人 日本天皇的 白人手頭的東西 經燃這個山的 國家說 我們的洋澎湖 要怎麼贏的 給你 笑的 那時候 日本天皇 你英國也好 美國也好 你中國都沒有看你 說台灣澎湖 要拿回來 所以他剛才那兩種的情形 就是說 我手中 彩券在我的落地 我有收餘款 這張彩券的收餘款 所以我如果對著 我一定要奔給你 因為我幫你帶著 但是我跟你說 我在外面買一張彩券 我如果對著 我也不用給你 因為我外面買那張彩券 所以那時候 跟你說的話說 還不是我的 你聽到嗎 所以 開羅宣言元 是狗屁 你美國跟英國 跟中華民國 這個手中 你沒有台灣嘛 你怎麼可以拿白人的軍頭 沒有去營酒塞 好像不算 我跟你說 欸 我們兩個來逛逛逛 如果逛逛的人 總統府給你 那有好嗎 那有好嗎 你覺得 說總統府太大了 地保 連勝文大的地保給你 來 你贏 你去拿連勝文的地保 那有好嗎 沒好嗎 你覺得 連勝文的地保 不是我的 也不是你的 你無關 你無關 你怎麼簽名也沒好 你聽到嗎 這只有法例 那開羅宣言 就是這樣來的 但我們以前討論都不知道 我們討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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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天龍 偷襲珍珠港 十二月吹到 九九九 在四川宣佈 我對日本宣戰 有嗎 你記得嗎 騎爬爬 很好看 同時廢除不平兩條的 有嗎 這樣有偉大嗎 很偉大 我十幾歲對他很崇拜 這真的是為人 現在一個大人 想想說 我們都笑的 我問你 建經醫療所簽的條約 有平等條約嗎 你就建書起來 要簽什麼平等條約 通通都是不平等條約 你可以不要簽嗎 可以 你如果不要簽 你讓隊伍幫你打死 幫你消滅 所以你一定要簽嘛 簽了 你說那不平等條約 廢除不平等條約 那都消滅 你半條約 這半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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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形容詞 比較壞 不管是半條約 還是說 這個 你做什麼失敗 這間屋 要留給別人 你留給別人 你留給別人 你的父親 或是你的孫子 說這間屋 過去我阿公的 我拿著回來 有可能嗎 不可能 12月9號 蔣介石禮成都 對日宣戰 有沒有 你這個小孩 有託這句有沒有 有嗎 你都不記得 拜託 我幫你拿這個 來 我給你看看 那時候對日宣戰 會文告在這裡 國民政府對日本宣戰報告 聽好嗎 不是中華民國 在那個時候 全中國有三個 中國 中國政府 一個叫做 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 就是在宿川 一個叫做 中華民國 在南京 光經會 做中華民國 另外一個在哪裡 在延安 毛澤東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三個中國 光經會 那個中華民國 他向美國宣戰 他向美國宣戰 蔣介石這個 國民政府 向日本宣戰 但是 他這個向日本宣戰 不是蔣介石宣戰的喔 他這個宣戰 的報告 什麼人出名的 林申 你看 這很清楚的 林申 不是蔣介石 蔣介石那個時候做什麼 行政議長 他只是行政議長 行政議長可以宣戰嗎 不行 他台灣在通知的時候 他為了要塑造一個人的威信 他多厲害 其實他跟日本 他以前在日本的時候 軍官學校 他沒有讀軍官學校 他是像在軍官學校 在幫他洗買 以前建議長都騎買 他在馬舊在洗買 洗就沒半年 太難過 他就歪空了 那是真真真的 蔣介石 我們台灣人是說 好偉大 十萬青年 十萬軍 其實他是大軍法 從頭到尾 騙我們台灣人 騙中國人 不怪他會消滅 他已經去給他掛出來 他這個宣戰 日本人 日本政府 沒有給他回應 嚴格來說 嚴格來說 國民政府宣戰 日本不回應 日本的 日本地國他說奇怪 你中國有三個政府 到底是對一個才是 搞什麼宣傳 一個中華民國 王政務 是向美國選 一個向日本選 所以 日本人不愛參與 所以 嚴格來講 鑼尾 什麼和平條約都算 其實中華民國也沒有簽和平條約 為什麼 那時候 他已經不是政府了 他由毛澤東 給他掛出來 所以台灣的歷史 是一大糊塗的歷史 是一派符原的歷史 我們所謂的 我們所謂的 所以為什麼說 我台灣民政府 已經說過 我們一直等 你在中華民國所謂的歷史 我都沒有遵守 就要在台灣才有遵守 在台灣民政府才有遵守 你的高級班 的結業證書 比 在中華民國受到壽士 和博士的教育 還要有用 那叫什麼 毒蘋果理論 中華民國用家的歷史 用粗活的歷史 把你加 把你養的這些小孩 沒效 你的肩膀在裡面 永遠不穿著 永遠就在台灣獨立 所以 這堆土地 裡面有毒 種的蘋果 生出來的蘋果精髓 紅紅紅紅 很好吃 吃的會死 所以 我們一直震 中華民國的食術博士 拍攝 從頭念起 你有贊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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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就拍拆手 哎呀你們起來很奇怪 反應很慢的 你也比較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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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麼聰明 你也會有贊成嗎 你覺得 你怎麼會有贊成嗎 那時候 你會有贊成嗎 那時候 你會有贊成嗎 你會有贊成嗎 三十年 四年了 困難四年 都沒效的 中華民國如果要處理 有的人要來這裡上課 旁邊的人都會幫你喊 你會死 你會死 你抓他死 我跟你說 那詐騙集團 如果要死 我先死 怎麼會對你 你四年 每天 每個禮拜 我就去上課也沒問題了 為什麼沒問題 因為我後面有一個美國人 不是只有一年而已 叫做美國的軍事政府在後面 誰也跟我們說 他說 這個團體是依照國際法所成立的 你中華民國不可以以刑法以上的處分 對待這個團體 當時你不要聽話說美國這樣 帶一個團體來講話 美國連署在最近幾十年 我們美國希望 讓本土的台灣人能夠自己管理自己 這在說什麼 不是說叫你民進黨這場 民進黨不是台灣人 你搞清楚 你一定這句話一定要把他拿起來 民進黨不是台灣人的政黨 是中華民國的政黨 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的東雄第一條 台灣是主群獨立的國家 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所以中國國民黨跟中華民國民進黨 都不一樣 都是一樣 來 我問你 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什麼 太快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多字你是怎麼變成兩字而已 中華人民共和國 簡稱為中華民國 你不想你自己去想 你自己去想什麼 是不是 簡稱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簡稱什麼 中國 所以你選到中國 選到中華民國 選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是都一樣嗎 你過去 你如果沒有來上課 你自己不知道 你不知道 很多人來上課 之後才恍然到 所以你過去選舉都選舉 這就是在我們美國的第三條 台灣人民生活在政治的聯絡 這個叫做政治戀獄 就是美國 美國的第三條 台灣人民生活在政治的聯絡 用他的錯誤 的這個政策 讓你台灣人 自己叫你是中國人 你選中華民國總統 是 好家在 剛才好六十年 我是認為這老天爺安排 我們在六十年的時候 我們發現說 這個法律的真相 去顧美國 剛才開始美國也走一個 顧美國的時候 美國的國安局 跟美國的白宮 派代表來找我們 他問說 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啊 我唸那麼多書啊 誰提供給你 沒有啊 這樣我有聰明嗎 我問你有聰明嗎 你先派手要做什麼 聰明嗎 聰明嗎 但是我現在來上課 我聰明之後換你要聰明 對不對 我們都要聰明 你台灣人如果不聰明就聰明了 很多旁邊的台灣人說 說不會白錢 白到白錢就從這裡來 台灣人就是說 自己是中國人 你看到誰 其實我們跟中國完全無關 一八九五年 馬關條的一後 就已經不是中國人了 以前的台灣的地圖 你有沒有看到嗎 有沒有 你怎麼在這裡 都沒有反應 你看過台灣地圖 就請舉手 現主席的你有沒有看到 以前有沒有看到嗎 對不對 我給你看喔 來台灣地圖 這不是我畫的耶 這是1735年 一個 這個法國的人畫的耶 你絕對不要看 因為中國民國不給你看 這張地圖 看起來很像台灣 這張也是台灣 為什麼這張地圖是台灣 因為清條的時候 台灣這個土地本來沒有人去 清條沿岸的那個 現在清條的人 生活困難 坐著 過這個黑水高 來這個 這個所在探家 來探家的時候 他不敢再來請 請餅這餅 因為這餅是什麼 高山的 你有看到一部 是出一個叫做賽德克巴 那就是因為 這個土地清條 它掛給日本 日本天皇 亡亡亡亡亡 你賣的時候 這麼嚇到 嚇壞喔 這麼兵 這麼高山 這麼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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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這個事情 1895年 經過10年1905年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在台灣 召開國際會議 來討論 說這個高山 到底這個土地 是不是高山 是不是一個國家 如果是一個國家 就要劃清界限 如果不是一個國家的時候 他就要政府 開火結論 叫美國 躲在清條的大賽 參議 來開火 為什麼叫美國 因為美國跟印第安人 有一個鬥爭的經驗 開火結論 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高山 這兵 不是國家的形態 是一個部落的形態 既然是部落的形態 就不是國家 所以日本政府 派兵 派警察 從北部跟政府 政府是 戰爭法裡面的用語 實際上就是 戰敗 戰敗就對了 這樣 日本政府 花多久的時間 你知道嗎 十年 從北部打到這裡 十年 很辛苦 他說很辛苦 他說他在打清條 三五天就給他解決了 打這個 高山很困難 所以台灣的主權的建立 什麼人幫你建立的 日本天王 什麼時候建立 1915年建立 所以台灣的主權 是從1915年 整個台灣 通通 接受日本天王的統治 你說怎麼證明 有啊 1922年2月6號 華盛頓一個叫做財經協定 九個國家 其中的第十九條 他說 我們承認 世界上的九個強國承認 台灣澎湖是日本天王的領土 所以台灣的主權是這樣來的 我們特殊裡面 所有的教育 我跟他們 都要拿到 那都不準 那都黑白說的 你現在都聽到的 這是真真正的 一個台灣的歷史 台灣的地理 所以台灣人無意大 很偉大 再來 台灣這個六百萬 那時候六百萬的人口 沒有沒有 三百萬 剛才開始掛了日本生三百萬 台灣會大了嗎 那時候 你們想我嗎 會大了嗎 我跟你說 你不能看今天 今天有高所公路 到處都有稻田 生產很多 生產也好 四季如春 生產很多 我跟你說 在那個時候 剛才掛給日本天王的時候 台灣是不大的地方 是沒有人要在的地方 日本那時候 有一段時間 我們想要用 這個差不多就是 一億的美金 想要將台灣 一千萬 一千萬的美金 想要將台灣賣掉 什麼人要買 美國 比如說我自己買 但是當時 剛好美國 南北戰爭 獨立戰爭的時候 沒有錢 不然 差不多他買去了 實在是 我們算不好玩 那時候叫美國買去 今天都說英語 不然買去 日本的天王就開始說 這個地方 好好來經營 台灣本來 是一個 不是四季如春 這個土地上 都漏了 沼澤地很多 不大了 而且傳染病很多 日本天王 大冰在那裡 北川 親王 死在這裡 聽我說那是 現在歷史國術很多 有的人是 叫原住民 頭給他 什麼國術就有 中共就是 這塊土地 不好 所以日本人來 我跟台灣 這塊土地 會變成今天 這麼豐富的地方 是日本的 什麼人會說 你知道嗎 有一個人叫做 八田羽衣 你有沒有聽到嗎 八田羽衣 你不能小看他 他的公路 比中國的萬里長城 公路更大 是怎樣 加南水準 你有沒有聽到嗎 加南水準 從五山頭開始 他們水口的水 他有辦法分布在全台灣 台灣的西部 所有的土地上 都有水流到他 水流到他 有什麼好處 灌溉 灌溉的時候 就變成什麼 可以生產 所以八田羽衣 如果要真的說起來 應該是台灣的國父 我感覺 不要說台灣國 台灣之父 沒有啦 如果不是他 不然今天 會台灣 這塊土地 這麼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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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好笑 我問你呢 日本一年 它的農作物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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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生產一季 日本 台灣一年 可以生產幾季 幾季 三季 三季 尤其南部 台灣人一年 可以生產三次 的農作物 台灣人 換不下去 為什麼 人家 日本人 一年 生產一季 它換得很好 生活很好 這不是說 政策不對 甚至是 壓批農民 台灣的農民怎麼這樣 你聽到嗎 所以 有時候想一想 台灣的稻米生產量 只不過是 供應全台灣 百分之二十二 百分之二十一 現在還在收工 你別收工嗎 你別聽到嗎 說叫你別耕種 讓你錢 很夭壽的 我感覺 那要拿去 拿去工業用 貴薪農民 所以我覺得 現主席 這個中華廟很困 台灣人可以過 很好的日子 但是他不是 中華廟說 死去 他可以 他算 所以我們 台灣民政府 雖然三年我 一直交給 今天為止 馬上七個月 要交第二次 這次交給 中華民國 要離開台灣 你不用煩惱 中華民國離開台灣 會怎樣 你有煩惱嗎 會沒有 不可能 不會啦 你的煩惱說 要暴動嗎 你不用煩惱 我跟你們說 我跟你們說 不會啦 米軍馬上一次 在裡面 什麼人家當 你動動看嘛 我覺得 這邊的 監獄的捷囚案 就是有 所謂的 外星幫 中國幫 那幫牌 想要利用 機會 製造混亂 因為台灣 這個島裡面 現在是中國 的第五種隊 有很多 雖然有很多 但是他現在 所以他們 策動 要用 那個 所謂的 外星幫 就是中國人 所謂的幫派 製造混亂 其實 美國以前有這些小信 所以你看 這邊的 這顆 六個結囚 的 結育的 那些人 演一齣 是全世界都看不到 美國的報紙 日本的報紙 歐洲的報紙 說這場戲 實在看不到 那些人 就想要 想要走出來 路面都自殺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會奇怪嗎 你聽到嗎 他就想要走出來 沒有走出來 自己又自殺 甚至有人懷疑 他們人的不是自殺 是你典禦人 打死 哇 他們正說很會打 死去又排隊 排成梅花形 那梅花是什麼意思 表示 印中華民國 聰明的人看有 傲明的人看沒有 死去又排成梅花形 美國對這件事 美國對這件事 我正式跟你說 已經 非常注意 因為我們以前 台灣民政府也跟美國說 這件事你要小心 在台灣民政府要執政之前 一定還會有類似的事情發生 因為中國人不要簡單 將政權交給我們台灣人 他們絕對要還有奇奇怪怪的動作 你不用擔心 一千兩百名的美國海軍陸艦隊 很快會進到台灣 謝謝 我說到這裡 謝謝